歡迎大家 加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訂閱 按讚 加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現場見 首先頭條來看到 中美是全球最強大的兩個國家 您支持全世界要走的是 限制越少越少的所謂的全球化 還是像是美國最近主導的逆全球化 跟中國大陸搞鍛鍊 搞脫鉤 來聊天室 喜好年的看法 再多留言 以及按讚 其實在很多領域 中國大陸是佔有一些絕對的優勢 美國還需要中國大陸資源 但大陸根本沒有像你美國一樣 譬如說在晶片上卡別人的脖子 尤其來看到展現的是中美兩樣型 像是中國大陸有四種全球戰略的資源 就是沒有跟你美國一樣卡別人脖子 這四種的戰略性的資源 來看看包括什麼呢 包括了當然就是有稀土 還有替 以及烏 還有錫 這四種 另外來看到美國非常需要中國大陸資源 也就是大家關注了稀土這個問題 它被廣泛運用到的新能源 新材料 還有節能的減碳的環保 航天領域 電子信息等領域等等 當然它也是現代的工業當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還被稱為是工業維生素 是不可再生的戰略資源 光是美國的一架來看到是F35的戰機 上面就高達了414公斤的稀土元素 另外跟稀土一樣並稱是中國大陸四大戰略物資的資源元素 還有包括像是T 還有烏 還有錫 這些珍貴的戰略資源都是不可再生的資源 都是屬於用一點就少一點的稀罕物 但是中國大陸儲量是非常多的 譬如說來看到之前有介紹過的T T就達到了95萬噸 這麼多的儲量並不是供給中國大陸自己使用的 而是要供應給全球80%的市場 這個元素主要是被用在哪裡 像是阻燃劑 半導體 以及高技術 軍工等等的領域 是美國紅外導彈 還有彈藥等等的軍工生產的重要原材料 中國大陸也沒有卡你的脖子 另外來看到烏跟錫 這兩種的戰略資源也是在美國的軍工企業當中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譬如說被稱為叫做工業牙齒的烏 就是製造美國來看看 像是美國的航空母艦的甲板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材料 中國大陸除了這擁有四種戰略的物資 最近新疆也被發現了一個今天的礦產 可以用來製造火箭 這種稀缺的金屬就是非常非常稀少的皮 它比稀土還要來的珍貴 特別的是它在造火箭 被說是完美的材料 甚至還能夠駕馭核分裂 也就是中國大陸翻譯的核裂變 皮被說創造的價值 可以抵抵上成倍的上倍的稀土 它重要性更大了 另外這次在新疆上市塔城地區 蒙古自治縣的地區發現了多少 發現了這個皮的含量已經達到了4萬噸 而且來到了是亞洲第一名 皮元素在科學價值跟軍事的價值 遠遠超過一般稀缺的礦物的資源 比如說在存量上 現在中國大陸已經飆到了亞洲第一名 這也讓新疆現在是秒變 中國大陸國家級別的來看到是皮礦產的倉庫了 另外在元素的周期表上 它可是名列第四位 就可以說明它在化學元素當中的重要性 由於它豐富的穩定性能 目前在很多行業當中 化工生產當中都是非常常見的 作為一種極為少見的稀有元素 皮不同形態就有不同異常的豐富的顏色 它顏色蠻多元的 比如說來看到大名鼎鼎的祖母綠 還有藍寶石 它們組成的元素就是貴重無比的皮 而至於黃金在它們面前都被說黯然失色了 那黃金價值都沒有像這個皮這麼的貴 另外來看到皮也可以讓核裂變核分裂當中 讓瘋狂的中子冷卻下來 進而讓威力過強的核裂變核分裂 在一定程度上變得是可控的 這個作用就在於核反力堆當中的調節器 所以除了做控制核分裂核裂變 減少核能爆炸產生的危機 皮在科技的生產當中 就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依靠著它自身是強穩定性 高溶點還有高硬度 可以發揮豐富多樣的用途 比如說來看看它幾個 像是不同元素的結合 像是氧化皮它的絕緣 還有導熱的性能是蠻好的 另外它長行作為是散熱器 還有微波器機械等等的 另外皮跟銅也可以進行結合 就生成了高性能的導電特性 可以製作精密的電器儀表 器器的儀表 甚至也可以做成是防暴的材料等等的 而除了控制核能其實皮還是造火箭的理想的材料 它自身具備是耐高溫 高溶點 以及抗腐蝕性這些優秀的性能 相比其他同樣的金屬又是質量更輕了 強度更高的絕對優勢 可以穩定支撐飛船在太空當中漂浮 同時又能夠吸收宇宙各種高強的輻射 讓飛船不至於在宇宙輻射還有氣壓給碾 又能夠保護宇宙原身體 免受於輻射的宇宙輻射的危害 如此看來這個皮元素的出現 似乎就被說專門是為了造火箭而誕生的嗎 這也是目前各個國家瘋狂的要囤積 搶奪的根本原因 不過皮也不是完美無缺的 因為它有個致命性的要害 也就是它有毒性 曝露到了空氣當中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呼吸道感染 把毒素吸入到體內 不過由於科技生產的日益標準化 那皮的加工還有生產的工作 現在越來越專業的防護 所以幾乎不會發生所謂開採加工過程當中 工人中毒的現象 還有來看到中國大陸 這些所謂的稀缺的物質當中 美國最需要現在看起來是 包括了戰略物資討論度最高的 當然還是在稀土方面 以前中國大陸稀土都被說賣得太便宜 賤賣等等的根據最新的數據告訴你 中國大陸的稀土不再廉價了 已經不是如此了 另外今年上半年 中國大陸稀土出口量來到了多少 增加了大概10.1% 收入它卻增加了82.6% 那為什麼如此呢 一起來解析 根據數據來看到 中國大陸在6月份的時候 出口稀土來到了多少 來到了4265.3噸 那在今年的上半年 上半年的部分 其實累計出口是有來到了 是26235噸 跟去年相比去年 它的出口是來到了 23825.7噸 那所以它增長了多少 增長了大概出口是增長了10% 而從出口的收入來看 在6月份的時候 中國大陸出口的稀土獲得多少 獲得人民幣是5.1億元的人民幣 而上半年累計出口稀土 上半年更長的話 則是多少 來到了是35.4億的人民幣 比去年同期來看到是19.4億的人民幣 是增長的 而且直接增加的是82.6% 好這對比數據你就會發現 上半年中國大陸出口的稀土量 雖然只有增加多少 雖然只有增加的是10.1% 但是出口的收入 卻是增加到82.6% 那為什麼呢 當然就是因為價格上漲了 根據中國大陸稀土協會公佈的 稀土的價格 這個相關指數我們來看看 有就是中國大陸稀土價格 在去年的時候來看到這個 這是他們去年的價格 大概都是維持在 180到250之間 而且呢有衝高回落的一個趨勢 回落的趨勢 那在今年上半年的時候呢 中國大陸稀土價格指數呢 則是維持在你看 它已經高過這個地方 它維持在340到440之間的高位 好那價格不一樣 不只是中國大陸稀土收入增加 另外一個數據呢也很關鍵 也就是看到中國大陸是稀土的加工大國 根據呢大陸公開的一些相關訊息 海關總署的訊息 中國大陸來看到是2022年上半年的大陸 進口的數量大概是多少呢 進口來到了這個數字 60140.5噸 這是呢這個進口量 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其實是縮減了5.9%左右 那另外呢來看到呢 中國大陸還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的進口國 還有消費國 根據數據還顯示呢 上半年進口的稀土的金額 大概是來到了45.7億的人民幣 那同比是縮減了1.9% 那按照這樣算呢 中國大陸進口稀口量的均價 進口量的均價是多少呢 是來到了1噸6萬元 1噸6萬元 進口是這樣子的人民幣 那這個價格呢 跟中國大陸出口相比 就看到價差了 進口是1噸6萬人民幣 但是呢來看到價差的部分 就是中國大陸出口的數量 來看到 它出口數量是26235噸 那出口的稀土獲得的價格高達的是 35.4億的人民幣 算起來它的均價呢 每頓均價是來到了13.5萬的人民幣左右 你看 進口是這個6萬多 那出口變了13.5萬 等於賺了一倍囉 所以中國大陸 進口稀口 進口的這個量 其實它賺的這個均價 其實呢是怎樣呢 是遠遠不足於它出口的這個錢 出口還是它的兩倍這麼多 那為什麼價差這麼大呢 我先把這個原因告訴你 這個結論就是 中國大陸進口的稀土的原礦 原礦進來了 然後呢 出口是呢 把稀土再再加工的產品 所以附加價值提高了嘛 所以呢才會變得比較貴 好我們來看到呢 就是中國大陸的海關總署的相關數據 就可以看到 在今年的時候 前五個月的相關數據 就發現說 中國大陸出口的稀土 包括什麼 出口的喔 就是加工過的 包括什麼 各類用稀土礦物的原料 經過化學法啦 萃取法製成的混合物 比如說包括了 混合氯化稀土啦 混合碳酸稀土啦 還包括了各種沒有混合或融合的 稀土的金屬等等的 以及稀土含量超過10% 其他混合物或金屬混合在一起的 以及像是稀土的永磁鐵 或準備製造永鐵礦的物品等等的 但是呢 卻沒有呢 稀土礦 那代表說中國大陸出口的稀土 要不都是呢 經過的初加工品的初級產品 不然呢 就是經過的精細提煉的產物 屬於是再加工的產品 好這是出口的部分 那進口的部分來看到 就包含什麼 包含各種的稀土的混合物 但是呢 稀土的金屬礦 卻遠遠超過了稀土的 進口的數量一半 意思就是 中國大陸進口鐵礦石 出口的是提煉好的鋼 那經過中國大陸 賦予更多的附加價值之後 再出口 當然價格就會有價差了 另外呢 各界也很好奇 稀土的進口跟出口價差那麼大 那利潤這麼大 為什麼呢 都讓中國大陸企業賺走了 其他國家怎麼不自己提煉呢 路沒有分析 這是因為跟稀土提煉相關的專利有關 其中特別的是核心的專利 被中國大陸給掌握了 根據瞭解呢 中國大陸掌握稀土的專利 超過了全球一半 我們這邊先補充一下 比如說中國大陸 從1983年開始呢 就來進行這些稀土的國際申請專利 光是14年之後來看到的是 1997年的時候 他呢就有一些相關的數據 1997年的時候呢 他的專利數 就已經超過了前霸主美國 之後來看到2011年到2018年間 中國大陸稀土的專利權申請 又增加了250% 而根據美國稀土元素顧問公司 三諮詢公司 他的一個統計 截至2018年11月 中國大陸申請的稀土元素的相關專利呢 高達了25911項 遠高於美國的是9810項 日本呢是13920項 以及歐洲整個歐洲的7280項 好那進一部分析 中國大陸申請的專利 主要集中在怎麼呢 主要集中在像是呢 像是採選啦 還有冶煉的環節 主要就是呢 要如何讓高效率的 去吸取這些稀土的元素 而且要降低什麼呢 降低了他在開採過程當中 可能會含瘤啦 含酸的化學藥劑 所造成的環境污染等等的破壞 那除了美國澳洲啦 還有緬甸 俄羅斯南非 這少數國家具備比較大量的稀土產量之外 其他單個國家的採購呢 都是蠻低的 而且沒有掌握到相關的專利 無法建立充足的產能 只能出口稀土礦 原礦 然後進口各類的稀土的一些製品 就你只能出口是一個原礦 讓中國大陸來進行加工 再過幾年 中國大陸稀土提煉產能呢 被說可能會占到全世界的比重 達到百分之六十 全球稀土多元化的供應格局 可能已經達到了形成 而中國大陸的稀土到底有多強呢 首先來看到 就2019年的相關數據統計來看 中國大陸的稀土除量呢 就超過了四千四百萬噸 佔比全球總量的百分之三十七 是穩居第一名的 而根據瞭解呢 稀土的產量來看到 它的是穩居第一名之外呢 稀土產量是來到了十三點二萬噸 佔據全球總產量的百分之六十三 另外呢 它也是全球稀土產量第二的國家 還是美國的五倍 最後呢 對比銷售量呢 中國大陸是世界第一大的 稀土消費國 還有出口國 中國大陸稀土消費量呢 就佔了全球的百分之六十五 位居第一位 所以中國大陸稀土產業 真的蠻強的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 這個水神的物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坪數的 那再來呢 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